国外分析指出 记忆体寒冬来临 对于这个说法 南亚科总经理李培英认为 不是寒冬 因市场需求稳定 供应商库存低 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破扣疫情 通货膨胀 地缘政策及中国限电 都是市况短期修正因素 供应链可能在明年 长转力要有稍微好转的状况 然后COVID有好转的状况 可能是现象会持续改善 可能是在第四季会修正为 在介于第三季第二季中间 南亚科公布第三季财报 营收238.37亿元 计增5.3% 税后经历75.26亿元 计增22.1% 美股权益2.44元 攀进11季糕点 前三季已赚超过半个股本 税后净利163.93亿元 美股权益5.31元 产品方面 李培英表示 DDR5目前市场状况良好 10奈米级产品也进入市场阶段 另外针对美国商务部要求晶片业在11月8日前提供相关库存 制造及销售数据 对此李培英作出回应 这个除非是说法院啊 或是这个啊 有国安问题 我们啊就是必须要符合政府的规定啊 那我们才会做 但是以现在的状况 我们没有没有要提供这些营业的秘密 至于中国限电情况 李培英说 目前还没有看到直接的影响 微幅的就是有一些关于PCB供应链部分的 极小幅度的影响 新唐亚太电视持千里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